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 現在呢我人在高雄的奇襟 看我這個裝備 哇就知道不得了啦 今天我們要去尋找傳說中的變色龍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什麼台灣竟然有變色龍嗎 變色龍不是只會出現在書本中 還有一些動物頻道裡面 看到他吐出蒼蒼的舌頭 抓蝴蝶 抓螳螂 抓什麼東西的動物嗎 沒錯大家的了解都是正確的喔 變色龍原產在非洲啊 馬達加斯加還有一些中亞的地區 而台灣呢原本是沒有變色龍的喔 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呢 在網路上有一則貼文 說在奇襟的海邊的沙灘上 發現到了變色龍 哇這個是厲害啦 當時所發現的這種變色龍呢 就是他高冠變色龍 這一開始的時候呢 大家都認為說 變色龍那很可能是這些寵物的士族啊 他們把他棄養 或是呢這些變色龍已經逃逸了 然而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奇襟發現到變色龍 而終於在2013年 大量的目擊紀錄 大量的個體 包括了幼體或是成體 還有變色龍的龍蛋都被發現到 也終於證實了奇襟這個地方 是有穩定的變色龍族群 訊息傳開後呢 馬上吸引了大量的人 湧進奇襟來朝聖 據說當時奇襟的防風靈 在晚上可以說是燈火通明 大家都拿著手電筒 到處尋找變色龍的蹤跡 然後在這樣大量的移出以後呢 幾乎已經很難在野外再找到他們的蹤影了 甚至呢有人說 奇襟的變色龍已經走入歷史了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在因緣機會下呢 再次聽聞到高雄的奇襟 仍然是有變色龍出沒的喔 而今天呢 我們就要跟隨尋龍高手 在奇襟這個地方 再次尋找這個 根本不屬於台灣的神奇生物 那就廢話不多說出發吧 GO 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 奇襟的防風靈裡面 林子裡面還蠻悶熱的 林子裡面都可以一直聽到一些 昆蟲在地上爬行的聲音 就一直聽到嘻嘻嘶嘶在地板上 變色龍呢 牠是在白天活動 牠在白天呢 非常非常的機靈 所以其實我們很難去看到牠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利用晚上 變色龍在睡覺的時候呢 牠比較 安穩 不會亂跑 牠就會抱住一些枝條或是樹木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尋找變色龍比較好的機會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到處看看 這些樹冠層的上方 這些絲條的末端啊 我們比較有機會來找到變色龍 哇 這裡怎麼有寄居蟹啊 牠現在躲在一個洞裡面 我們先把牠請出來一下 這是一個 寄居蟹 牠住在非洲大蝸鳥的殼裡面 你看 這個呢 非洲大蝸鳥雖然是外來種 但是呢 牠其實也提供了很多寄居蟹可以利用的殼 所以就會看到這些很有趣的場景 就是非洲大蝸鳥 長出了好多的腳在地上 爬爬爬爬爬 這裡有牠的熬蕾 有沒有看到 寄居蟹超級大的一個大熬 感覺被夾到會很痛 好 我們放牠走 繼續尋找我們的變色龍吧 我們從天黑到現在大概已經找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已經這樣子走完一趟 尋完一趟 但 真的 非常非常難找 因為 樹冠層的樹葉 牠其實非常的密 然後又都是綠色的 所以 很難去判斷說 是不是有動物在上面 那真的是很考驗脖子跟眼睛 現在我們就再繞回去再走一次 然後希望換個角度可以找到牠們 就再努力一下吧 然後再給我的 靠近看 你還要是在等待 讓我看到 ? 有搞不好嗎? 就說 你會上課 什麼 你會上課 說 不行 你看 有搞不好嗎? 我们看来我们看来 往上再给我看看 那边你要看来 绿色那个 那个都是 那个 那个这样看好像叶子有 那个我们看一下 你这样开得到吗 可以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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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你的 你的 你这样 你和你政治 你现在 别失 development 你穴活着 你不想玩 我不會弄 你lr 我不是想玩 不 我 我 我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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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我 你 我 我 我在 我 變色龍欸 哇 被扯了 他現在剛被寢下來有點 碎眼心鬆 現在還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還在做夢嗎 哇 野生的變色龍 高官變色龍 真的是 超興奮的你知道嗎 台灣 我們現在在高雄 然後這裡有一隻野生的變色龍 我們剛從樹上把它請下來 哇賽 真的超級帥 雖然他不屬於我們台灣 但是呢我覺得在野外看到他 一隻野生的變色龍 真的非常非常興奮 超級爽的 超帥 你可以看到他頭上這邊 這個有沒有一個凸起 這個就是他名字的由來 他叫做高冠變色龍 那這一隻呢 是一隻母龍喔 高冠變色龍呢 他是屬於樹漆型的動物喔 那他為了呢 讓自己能夠緊緊的攀附住這些吃條啊 他們的手呢 變成非常非常獨特的模樣 我們從他爬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他的手呈現一個歪字型 讓他呢可以緊緊握住這些樹枝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他的手有兩根手指 但其實不是喔 我們仔細看可以發現到 他的腳其實是由五根腳趾頭策劃而來的喔 先看後腳的地方 在後腳的部分 他的內側有兩根腳趾頭 而到外側的時候呢 則是三根腳趾頭合併構成 至於前腳的部分呢 則反過來 外側是兩根腳趾頭合併 而內側呢則是三隻腳趾頭合併喔 是不是超級不可思議 超級獨特的啊 除此之外呢 他們的尾巴也非常靈活喔 當他們在攀爬的時候 他們會利用尾巴 纏繞住樹枝 讓他們能夠更穩定的固定在這些枝條上面 另外呢 變成了還有一項絕技 就是呢 他們的眼睛可以像這樣 全範圍的上下左右 到處的旋轉 看起來呢 就像一個攝影機的鏡頭 到處的搜索 到處的看身邊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不僅是如此喔 他們的兩顆眼睛 是可以分別的轉動的 等於說我可以 右眼看前面 左眼看後面 讓他們擁有超大的視野 同時呢 時時刻刻注意身邊的一舉一動 這可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功夫呢 你看我們人工 是要鬥幾眼都沒那麼容易了 更狠況一邊看上一邊看下 體會一下變色龍眼睛 有點困難 挺累的啊 變色龍媽媽 超級帥的 咕咕咕咕 我們這趟的奇金變色龍大冒險 也要在這邊畫下句點囉 過去呢也都只有在網路上看到這樣的故事 看到這樣的傳聞 而這一次呢 終於 終於自己來到奇金 親身的找到了一隻變色龍 真的是非常非常興奮 而且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而我也自己印證了 確實奇金仍然是有變色龍族群的 各位觀眾如果想要看什麼神奇的動物 或是對什麼動物有興趣 希望我帶大家一起去尋找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 讓你掌握最新的影片消息 魚的玩之然 我們下一集見囉 請讓我來跟各位結束 下集字幕提供 如果大家請訂閱 啊 最後 ho�젖 請請訂閱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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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